你海航 你这么能修 你挣过一分钱吗 海航 你都是双修了 你都是高智慧了 你都是 陈锋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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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妈呀 王健怎么死了呀 王健也天天修 修了几十年了 戴着上亿美元的珠子 戴着手链 那不咋不念念到我修了 我修了 我脱了 裤子了 我脱了 裤子了 我死不了了 是不是 你咋没发生啊 那被你修过的姑娘在哪儿呢 我现在 多少人死了 王健也天天在裤衩上还写着咒语 保你平安 是吧 不是报平安 裤衩上写上 保平安 咋没保你平安呢 现在你小舅子 拿着你这个 你还尸骨未寒 他这个把脑子开瓢以后 还有肚子开瓢以后啊 这个心脏都取了以后 说你还要不要这东西 不要我就扔了 要的话再给你放回去 洪黄兰幼儿园多少人被你们祸害了 王岐山你这个黑教教宗 你有多少弟子 多少弟子不听你的 都以你在淫乱为名 被抓起判处死刑 终身关进大牢 全家抄门 灭九族 灭十一组 连朋友十几都是抓 大家回去好好看看你王岐山 多少是王岐山的手下 和跟随王岐山和陈峰的人也被抓了 被抓的罪行一定会有一句话 生活腐化淫乱 丧失了对马列主义信仰 迷信 伤风败俗 那就是搞双修了嘛 不听话的你叫强奸 听话的你叫双修 在红莫兰幼儿园的 那叫什么 叫对孩子 我对你好 你把你那个不要脸的 烟黄挂的那个小烂东西 你放到一个几岁孩子的阴道里 你说你是对他好 天理何在呀 我再告诉你王岐山 我再告诉你陈峰 我告诉你潘多拉盒子 南普陀会议 记住 我公开之日就是你灰飞烟灭之时 这没文化 老师说这词 马建同就说了 灰飞烟灭之时